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纸牌物》第二节 目光远大是从政者之大行 当然,远大的目标只能算是敲门穿一枚 然而其作用非常大,用途非常广泛 你难道不这么认为吗? 如果天气晴朗,很多政客的目光所及能达到 我认识了一些人,甚至能看到巴特西去吧 弗朗西斯·尤恩,厄格特可谓是身兼素子 议员与苏密院委员的身份让他赢下了阁下的尊称 同时,他还是内阁阁员以及不列颠帝国勋章的获得者 他就是这样一个满载的荣誉与辉煌的佼佼者 而这也是属于他的夜晚 然而他丝毫却没有从中享受闲情的意志 此时的他被挤进这间闷热的小屋的角落 靠着一盏难看的,而且仿佛马上就要轰然倒地的六十年代风格落地等 一群叙叙叨叨的妇女将他团团围住 紧接着有一群属于他选区的工人也围了上来 彻底堵住了他企图逃出去的出路 这群人骄傲地高谈阔论的自己最后关头力往狂来的投票 和对他获胜其道的关键作用 他心理想的确实,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费劲 这里是位于郊区的萨里军 在民意调查使用的术语中 这里主要是社会阶层,是A和B 想出国护照,随时拿得出就可以上路的 车道上停着一辆辆路湖蓝盛 不过为什么要买这样的越野车呢 他们唯一可能碰到一应的时候 不过是主人兴取某个兴起 喝得周五晚上 驾驶不小心碾过门前的草坪罢了 或是送他们的小约翰尼或爱玛妈上私校 在这些区域举行的拉票活动 可说是根本没有经过精心准备 甚至可以用庸俗来形容 这里的选票不是用来数的 直接可以来称量就可以了 再来个肉馅饼吧 厄科特先生 一盘松松垮垮的点心突然穿到他面前 端盘子的是一个一身很肉的女人 胸部那里有一大片夸张的花影 看上去好像里面藏了两只愤怒的猫 哦不了谢谢 莫尔科姆太太 我怕自己已经被撑爆了 他已经快要失去耐心了 这真是个错误 几代人以前就犯下的 并延续至今的错误 厄科特家族原本是来自苏格兰高地的 骄傲勇士世家 家族的城堡修建在尼斯湖的两岸 然而麦克唐那家族供来了 供宝直到如今还是一堆废墟 厄科特童年的记忆属于乡下荒野中凉爽的新鲜的空气 伴随他的老四重在潮湿肥沃的土壤和一片气味香甜的欧洲一腾就是几个小时 等着目标出现 在他的想象中 哥哥阿拉斯泰尔也做过类似的事 在敦克尔格外的灌木丛中静候德国人到来的时候 哥哥给他起了个绰号 FU 每每这样的被父亲听到 兄弟两人都会被一顿抱走 知道多年后 弗朗西斯才明白 小小的他对这个绰号毫无在意 还总是劈颠劈颠的 在哥哥后面做耕壁虫 但阿拉斯泰尔参战后就牺牲在前线了 母亲崩溃了 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只活着 在对王子的追念和怀念中 完全忽略了弗朗西斯 所以FU最终南下到了伦敦 进入了威斯敏斯特 来到萨里郡 其家族职责不顾 母亲再也没有理睬过他 为了整个苏格兰将自己接受的遗产变卖了 已经是不可原谅了 更何况还选择萨里郡这个破地 他脸上还挂着笑 却不自由自主叹了口气 今天他已经奔波了18个委员会 大清早凭借着一股子热情 还能妙语连珠 风趣幽默 现在这样的精神早就分本离析了 烟消云散了 不幸的是 离投票站关门 最后一批选民 还有漫长的40分钟 厄克特的衬衫早被汗水尽头 他精疲力尽 身体不适 还被一群婆婆妈妈的女人围着 像固执的西班牙猎犬一样 他走到哪 最终到哪 然而他仍然要不失礼貌地笑容浮在脸上 因为不管投票结果如何 他的生活就将面临重大的转变 厄克特已经把正直这把椅子上攀爬了多年 从普通的后座一员到不及初等职位 一直到现在作为党编长主管的内阁 坐稳了政府24个权力最大的位置之一 这个位置的好处之一 就是在唐宁街12号拥有多间豪华奢侈的办公室 离首相本人的办公室不过咫尺之咬 就是在12号大门后 英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两位英雄 威林顿与奈尔逊进行了两人生平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伟大会面 这座建筑物的一砖一瓦都荡漾着历史的回应 每扇窗门都有着说不出的权威和数目 而如今他是这份气魄的主人 然而从厄科特这个公开的办公所的干的事 是看不出他的权利的 党编长这个角色并不能完全代表他内阁的等级 所以厄科特不能命令或把控庞大的国务院 或者其他巨大的行政机构 他不能抛头路边 只能悄无声息地躲在鲜花和掌声后面 无休止地操劳和奔波 没有公共演讲 不能接受电视采访 他就是灯光下毫不起眼的影子 他同时还是纪律与严谨的化身 作为各种政策的强制推行者 他必须做到坚持原则 铁面无死 这意味着人们对他不仅仅是简单的尊重 还有一点小小的敬畏 在整个政府的高级官员中 他最具最高的准则和敏锐的政治嗅觉 为了尽可能的多的争取选票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他时时刻刻都要知道 自己下医院的议员们身处何处 也就是说这些人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秘密或隐私可言 他完全掌握着一切 议员们和谁走得近 可能的整编人有哪些人 或者他们是否足够情形可以投票 他们有没有偷偷窃取他人的财物 或者和别人的老婆不清不楚 所有这些秘密 包括很多的猛料 多的边边角角 都必须收集 记录在一本黑色的本子上 稳妥地锁在一个连首相都没有钥匙的保险柜中 在威斯敏斯特这样的信息拥有巨大的威力 厄科特党内的很多议员们之所以能够坐稳自己的位置 就是因为党边办公室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切的问题 摆平所有的麻烦 还能帮他们尽力掩饰 他们可欠了厄科特的大人情 有得实话后座的议员起得不成之心 前座的议员的野心勃勃想排除就会被提醒 之前自己受了恩惠 政党原来原谅了自己的不检点行为 但这事可永远不会被抛住脑后 于是潜在的乱臣贼子们一下子改变了主意 变得安分守己了起来 当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可能发生碰撞时 政党们的圆滑柔润让人叹为观止 这有何难呢 比如说交通部长曾经要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会议演讲 内容远远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 甚至有减远侵犯到首相的权威 而这个以硬气闻名的斯塔福特军老顽固 最后还是认清了形势 消停了下来 搞得他只需往他藏郊的金屋里 打个轻描淡写的电话 都不用打势到政府 那就能恐吓威胁到他 弗朗西斯该死 你怎么找到我这 哦 开思啊 我不是犯了什么大错 真对不起啊 就是想占用你一点私人的时间 跟你谈谈演讲的事 但我找这个电话好像是搞错了 你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哦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这有两个电话本 一本是官方的另一本吧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这个小黑本子保存的特别特别的好 不会再打错了 说到这里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 又问道 你说还会打错吗 交通部长长长长叹了一口气 里面有着无限的忧郁和那种 哦 不会了 弗朗西斯再也他妈不会了 又一个得罪人 就这样迅速的忏悔复发了 整个政党啊 都欠弗朗西斯和克特的人情 这个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啊 而这次选举之后 人情战就得好好还了 突然间啊 城市中的克特啊 被一个狂热的女粉丝带回了现实 面前这个女人啊 眼中闪着激动的光芒 双甲通红 粗重的呼吸啊 混合着常年累月的鸡蛋和豆瓣酱三明治的味道 这是狂躁烦热的一天啊 他也早把矜持与谨慎抛在脑后 厄克特先生给我讲讲你的计划吧 下次选举时你还会再任吗 他没头没脑地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 他有些惊讶地问道 眼神啊 看着是被冒犯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退休 你已经61了对吧 下次选举可是65往上了 他不惯不顾地往前问 他弯下高大瘦身的身躯啊 以便直视他的眼睛 贝利太太我的身体脑子都还挺好使的 在很多方面我可是刚刚进入政治的高峰啊 这句话一字一句从嘴里吐了出来 这语气啊 有些善意也荡然无存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很多事情要完成 他转身离开了 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难反 不过从内心深处 他知道贝利太太话不是没有道理 年轻那样的神采飞扬 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他以前爱开玩笑那样 黄金变白银了 他意识到把头发留长一些 好像可以弥补岁月流失带来的遗憾 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 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 刚刚穿上标准传统的剪裁西装 一双蓝色的眼睛啊 也在度过无数个寒冬中变得越来越冷俊 由于身材高大 身板笔直啊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他总是格外的引人注意 但有一次啊 经过一位官员身旁 那个人告诉他 他的笑容就像从骨灰罐子里的一把手一样的冷 真希望啊 你的骨灰也能早早的放进去 你这个老混蛋 那个人啊 甩了这样一句狠话 可他早就已经飞壮年了 这一点啊 拼命藏都藏不住 连他自己啊 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 经验丰富又如何 岁月不饶人啊 多少年来 他经验见证了那些能力天赋 远不如他 只是年轻一点的人 他就更加不平 也不情愿 多少次啊 他得在他搞砸之后 给他们安慰 帮助他们擦皮股 还要隐藏他们的秘密 帮助他们清扫前面的道路 是的 他们又欠了他一大笔人情 他还算有时间去写下属 关于自己的龙墨仲裁的一笔 但他和贝利夫人都知道时间不多了 虽然他已经转身离去 贝利夫人还有些紧追不舍不放 滔滔不绝地跟他讲 关于高阶购物中心单项系统的提案 他祈求他双眼在人群中寻找 寻找莫迪玛的目光相遇 他也正是在房间另一头忙活着 和一群人点头哈药 只需一个眼神 他就知道 丈夫早就需要解救了 于是他赶紧来到身边 女士们请原谅我们 计票结束之前 我们必须回到宾馆收拾收拾 万分感谢你们的帮助 弗朗西斯简直离不了你们啊 厄克塔对贝利夫人挤出了一个笑容 这个笑容像一个浮游 生命短暂 还没有开头就收尾了 这已经足够达到修补关系的目的 他快速走向门口 布莉尔和主持人说再见时 被竞选代表里的一个手势给留了下来 代理人正在打电话 另一个手势匆匆忙忙地做着笔记 正在做最后的一些计票 弗朗西斯他解释道 我奇怪了 这不就是一小时之前该做的事吗 他嘴角露出一个玩笑的表情 但这个玩笑远远达到了眼角 就彻底消失了 和上次相比没那么乐观 他为着貌似玩笑的责备 羞红了眼 我们的很多支持者 好像都在家里没有出去投票 数据没有分析的那么好 但是我怀疑基本是往下走的趋势 不好说下滑多少 哦这些该死的 他们真该好好尝试啊 几年前反对党掌权的滋味 这样他们说不定就能挪挪尊僻去投票了 亲爱的 他的妻子温柔安慰道 就像以前的无数次遇到类似的情形一样 真不大气啊 将近两万两千票 我们争取了多少票 下滑一点又怎么样呢 墨地马 我可不觉得应该大气的时候 我觉得又热又累 那些人啊 对鸡毛蒜皮的小事跌跌不休 我都受不了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带我离开这吧 他大不留心地往门外走去 他则转身过去 对着拥挤的人挥了挥手表示 结果刚好看到落地灯 轰的一闪倒在了地上 编辑的办公室里 弥漫着那种有节制的恐怖气氛 已经荡然无成 取耀代之的是一种挥之不去 仿佛随时都要爆发的恐慌感 第一版早就已经印刷 头版头条的标题大写着 稳超胜券 但当时已经是下午六十 离投票结束还有四小时 每日七十报的总编 冒险预测了竞选结果 以便在报纸上试时 能够吸引最多人的眼球 如果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那么就抢到了新闻首发的先机 如果不行猜错 那处境就如同池汤里 淹水到脖子 那身边围满着虎视眈眈的恶语 这时格雷维尔普雷斯顿的 作为报纸总编 第一次经历大选 他感觉可不怎么好 从不断变化的头条标签来看 不停地催促政治新闻记者 给他最新的消息 以及越来越耸人听闻的迅环 就可以看出他有多紧张 他几个月前才坐上这规则 是每日纪时报新老板提拔的 给他下了最简单 最不容置疑的指示 成功 签订 根据签订的合同 他没有失败的余地 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当然 对于之前在这里工作过的 因为失败而离开的前辈 他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同情与遗憾 会计人员要求公司财政上 要立即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 如此一来 无情的裁员就被汹涌 波涛而来 很多高层人士已经发现 自己被合理遣散了 取耀带子的是 经验不同 但便宜的多的后来人 这样做反倒是省了钱 但是公司的士气一落千丈 财源 让侥幸存活下来的员工 心里是惶惶不安的 忠实的读者们的莫名其妙 而普雷斯顿得志时 感觉到自己的死期 很快就要到了 面对这样糟糕的情况 他的老板 打定了主意 绝对不施以援手 普雷斯顿定了一个 蒸发的一个策略 这时报纸进入了低端市场 但是要获雷普斯顿 所承诺的分后回报 还是拭目以待的 这个矮个子的男人 刚进入报社的时候 有着拿破仑 新皇帝登基一般的万丈波兰 万丈豪情 但现在焦头烂额的工作 导致他体重骤降 必须戴着紧急的裤腰带 还需要大量的咖啡 才能保持清醒 不计其出的汉珠从他的头发 滴到眉毛上 使鼻梁上厚厚的酒瓶底后不断滑落 同时也冲走了他优雅 从容和果断以及干练 曾经他食指一扣就能有绝妙的好点子 现在一双手总是不带凡的乱舞 内心深处不安铲食了他精心打造的外在的权威 他再也没有那种可以随机应变的自信 他觉得自己可能任何情况都应付不了 他甚至没有信心再和自己的秘书共度春晓 现在他转过身 背对着满办公室的整整一面墙 不断的播放着电视里面的监控器 面对着让他提起来就头痛的一名员工 你这该死的怎么知道这里出了问题 他后道 地马斯多里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 28岁的他是报社政治版的最年轻的记者 他取代那个高级记者得罪了会计人员 因为他的采访总是习惯在沙威饭店来顿奢侈的午餐 然后尽管这个年轻的上算新人马蒂很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就是能力不足的人通常更为的顽固 被上司吼这种视线他已经习以为常 吼回去他司空见惯的拿手好气 不管怎么说他和普雷斯顿差不多高 而且论外貌也是旗鼓相当 他常常这样略带讽刺的说 是的大部分的时间他都紧盯着他的双峰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他得到这份好的工作 而且偶尔还能在两人争吵中站着上风 他丝毫不觉得普雷斯顿对他有性侵犯的威胁 他跟他的秘书很熟 两个人那当自是 而且既然义无反顾的来到了南方 就得付书点代下 忍受着一帮火红裤呆的矮鸽子男子 对他上下其手 如果在这幸存下来以后 他的事业天地就是相当的辽阔了 他转过身面对他 双手防备的插在彭松的裤子的口袋里 他开了一口 语气平和 希望自己的声音不会暴露内心的紧张 格雷 过去两个小时 我踩到了每个政客医院 都在降低他们自己的预测 我还给首相选区的候选监察人 打了电话 他说明一调查看上去 好像下降了5%的点 这个数据 可很难说是压倒性的生理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也察觉到吧 政府远远没有吻操审券 更别提高枕无忧 所以我们的报道 倾向性太严重了 见鬼了 这个期间的选民调查 显示的政府是吻赢的 你现在让我改版 凭什么呀 就凭你女人的直觉 地马明白 这些愤怒的话 都是神经紧张闹的 所有的编辑的话 都如履薄病 生存的秘诀 就是不要表现出来 但是普雷斯顿这种情绪 表露无遗 好吧 他咄咄逼人的说 上次的选举 他们占了超过100多个席位 你来跟我说说 你女性的直觉 认为明天的结果会怎么样 民意预测大概是70个席位 我的小马蒂斯多林觉得呢 他踮起脚 就这样低着头俯视他 你尽管相信民调好了 格雷 但街头像我呀 可不像民意调查的那样 政府的支持者都没有那么热情 他们不愿意出门投票 他们给多数派别拖后腿 神神八戒 他霸道地说道 能拖成啥呀 他不能一直垫着脚 于是慢慢地摇了摇头 强调自己对这件事的警惕 金色头发的他扫过了肩膀 一周前 我们可能会说大概50个 现在我推测会少点 他对了对于是说 也许会更少 天啊不能再少了 我们可是一直支持那些混蛋的 他们必须成功 你也必须成功 他心里摸摸响 他们都清楚这位总编的处境 他可是出在福里特街 最大几个片区的沼泽之一 普雷斯顿只有一个坚定的政治观点 那就是他的报纸可承担不起 支付失败方的后果 不过这个观点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报纸的新老板朝着伦敦的左派 拿着拿枪拿刁的本杰明 兰德里斯强加给他的 这位老板身上吸引人的优点 为数不多 其中之下就是绝不倾心作态 从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有什么问题 全部坦诚不公地摆出来讲清楚 他通常是告诫自己 提醒自己的手下 这些已经有强烈不安全感的员工 多亏了政府的竞争政策 买了十几个新闻编辑 比买一家报社还要容易的多 所以我们不可能支持该死的在野党 免得把政府惹毛了 兰德里斯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他成功让自己不断的扩张 进军报业 打入了政坛的一个阵营 而他所期望的回报 就是让政府给予自己有利的选举结果 当然这样的要求并不合理 但兰德里斯从来没有觉得合理的要求 能够激发手下员工的最高水平 普雷斯顿又转过身 紧盯着一面墙的电视屏幕 希望有更好的消息 马蒂再次努力表示自己的观点 他坐在那座巨大的总编办公室一角 把那一罗普雷斯顿盲目看作 宇宙真理的民意调查放到一边 继续有条有理的分析 起自己的意见 麻烦你了 格雷 好好想想这个事吧 当年马格丽特萨切尔被迫辞职的时候 他们都是迫切的需要一种执政方的改变方式 他们想要一种全新的感觉 不是那么简单周报 不是那么的整天固执天气 你是最应该明白这个事的人 他一边说到一边心灵默念的 所以他们挑选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候选人 克林格里奇没有错 就是因为他们在电视上显得信心自主 和那些小老太太们能打成一片 而且看上去引不起什么争议 他耸了耸肩膀说 但是他们的优势已经没了 现在的政治简直是温温吞吞软软乎 一点能量和激情都没有 他们的席位拉票的时候 总感觉白板的主日学校没什么区别 如果在花上一周听 他们喋喋不休的陈词烂调 我觉得就连他的老婆都会投另外一遍 不管任何事任何人 他们就得想点新鲜的事来做 普雷斯顿又从电视的墙转了过来 不停地抚摸着自己的下巴 他终于好像开始有了点什么注意 这天晚上马蒂是第十次 想他是不是用了某种亮气来让自己精心修饰过的发型保持完美 他怀疑那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圈地中海 另外他那小镊子修过的眉毛 这点他十分肯定 他再次对他发起的评议说 好吧 我们不要再大方悬置了 就先看看实打实的数字好吗 多数堂怎么样 他们会不会重新上谈 他们不会就这么草草的出莽的 他回答道 那我他妈的可没有时间草率鲁莽啊 马蒂不管怎么样 多数对我们来说都够了 我的天啊 只要占了多数 那就是非常大的成绩 事实上可以说创造历史 四年上以前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不会改变那个头条的头版的 普雷斯顿说起啊 拿起书架上的一个香槟 倒上了一杯迅速啊 结束了自己的缩胶 他没有请他喝 只是啊 在一罗纸上胡乱的图写下了足克令 但马蒂可不这么好打发 他的祖父可是现代北欧海盗 在1941年初的暴风骤雨 那几个月里啊 架着一艘进满水的小渔船 横渡北海 逃离了纳粹占领的挪威 还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 蒂马的祖父是继承到 不仅仅是天生的斯坎迪亚维纳的面孔 还有固执认死里的个性 这往往是那些外强中根的男人 所感受不了的 他他才不管那么多 他就停顿了一会儿问问自己 如果克林格里在做四年首相 我们会有什么预测 也许他太温吞了 真的不适合做首相 他发表的竞选声明案很轻飘 在拉票的时候第一周 他就莫名其妙的被其他声音锁印了 他没有提到任何的新观点 唯一的计划就是双手交叉手指 祈祷俄国人或公会别惹出太大的乱子 你觉得我们的国家真的希望要这样一个人吗 马帝 你可是一向那么优柔从容 他讽刺到再一次以一种屈尊首辅的口气说 但是你错了 学民们需要的是团结稳定 不是什么突然的变化 他们可不想每次抱着宝宝 三个布尔玩具就要被甩出硬熬车 他们灵活的手指在半空中晃动 仿佛一位指挥家将一个走神犯错的演奏家 带回正确的音符上 所以再来几年呵呵温皮打打板球的日子 也不是什么坏事 而且我的好朋友格林格里 其重新的主人唐宁杰 简直是一个大好事 这他妈的会闹出人命的 他嘟囊着嘴 转身离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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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个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